关带不进的不是使你要A所以你就不需要B这个意思 刚刚那个就是下列 其实你又望上看上面那么好你根本不喜欢这个 我常常讲我说初禅人 你哪怕他是凡夫 入了初禅定 哎呀那个自在感 那么高你叫他形影他 打死他也不要 是这样 不是说那个很好啊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已经吃了满汉全席的人 就吃了饱到撑在那儿 就说来来一颗好吃的冰激凌 你看到那就饿了 你看到那就饿了 根本就不想吃 下列不进 接下来讲个关带不进 关带不进不一样 不太一样 关带不进是什么 关带是指比较的意思 刚刚那个不是比较 刚刚那是就本质说的 我那个本质满足了 那个本质上本来就是我不要 是因为那个高位的本质 我没有 我没得 我才会想要它 是这样 那下列不进是什么意思呢 下列不进是指的说 就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不应该这样做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女生 或这个男生 他有两段婚姻 那两段婚姻分别都有 都有情爱的关系 那第一段情爱 你没得比较 你不知道 到了第二段情爱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呀 跟第二段的情爱 那种感觉 就是恢复不了 跟第一段那个感觉一样 做的是同一件事 当然不一定 这件事情来比较 我们是比较好理解 做的是同一件事 就可以比较了 这一比较 索然无畏 得啊 完了 就不喜欢了 这是经由比较来的 叫做观大 不进 那当然不一定是 就贪饮心来讲 你不一定对贪饮 对贪饮比较 不一定 你可以对受乐本身 来比较 不是一个人 真正经营在禅定的愉悦 不一定要出禅 只要稍微有禅定的愉悦 那种烦恼近思 烦恼近放下 或者不可得的情况之下 回身一望 好的太多了 对于所谓的男女这种 要生起很动荡的 然后要用身体的接触感 还要呢 又去观想他的美好 这一类的 然后来说相爱 来这么一比较的话 哎哟 那个禅定的自在感 又清晰又自在 又源源不绝 源源不绝 你只要愿意禅定 身体受得住 你可以一直延长 然后那个身心的通透愉悦 乃至于因为禅定放下 不紧张之后 血气所造成的循环顺畅 在生理上所造成的愉悦 比那个所谓的男女形影的 出不尽 还要舒畅 还要自在 这么经由一次的比对之后 透过比对的状态 你不是指他本质好坏 不 你已经有比对 你是透过比对的观念 来看到他 哎 那不可爱 下次他干扰我 这个行为干扰我得禅定 可是禅定明明更舒服 那我干嘛要去弄他呢 弄他因小失大啊 我不喜欢 我天生就不喜欢 他不一定要修离欲 他也不一定要修不静观 他只要得过高位一点的愉悦感 虽然那可能也是凡夫的内容 禅定嘛也是凡夫的内容 这样他就可以不要了 不过人间上 听音乐啦 搞艺术啦 饮食啦 都没能跟男女隐喻这么强大比 只有一个例外 禅定 禅定你可以当身感受到 那个愉悦感超越什么 超越男女 你可以感受得到 不然吃 吃只是说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会优先选吃 吃东西 等到你吃饱了 或者不是很饿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什么了 选男女 因为什么 因为男女的愉爱强 世尊在经上说 这种愉爱如果第二个的话 人间没有修行人了 都被他控制住了 要讲这个事 所以这个呢 是在讲的叫做 对观待不敬 是透过比较 未有一列清净 又有如有一列清净事 一列清净事 观待其与圣 清净事 辨事不尽 就是说 有一种你觉得清净的 清净就是你喜欢的 但是它是比较烈 比较烈等的清净 当你去看到 更高一点的清净的时候 那个原来你认为清净的 清净其实在这一讲 是你喜欢的意思 你觉得清净 就突然间觉得不清净 因为你本来喜欢这个 后来有这么好的东西 你就不喜欢那个了 这样听懂吗 是这样 就叫观待 语言翻译的关系 是有时候不一定懂 观待其与圣清净 本来是一列清净 现在是圣清净 圣清净 那圣清净事便是不净 就这样来看 刚刚那个列清净 就是不净了 一点都不清净 不好 不舒服 这样吃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喝过干 干美的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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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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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那个 冰淇淋 后来你会发现 坊间卖的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珍珠奶茶 索然无味 算了 那个比较好吃 就比如这样 臭豆腐也是啊 吃这家 吃那家 吃那家 最后你会觉得吃那家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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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你去哪一家吃 跟我去的那家 我怎么都忘了 跟我去的 台中 这样的 忘记了 台中有一两家 是不错的 是这样 还有啊 还有啊 同一家 现炸出来 跟炸出来五分钟 也有差 好可怕 连这样都有差 是这样 这意思 还有再来 做法也有差 这样 你会产生 略清净 跟甚清净 这样懂吗 这就是关带出来的 这个 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原来 这个更好吃 是这样 有时候是这样 OK好 这叫做辨事不尽 如带无色 胜清净事 色界诸法 辨事不尽 你看 我们欲界就不谈 大家的色界的话 它是不形影 都有禅定 但是它有 微细色 微细色就是一种 它不是像这种 有直爱色 它是一种 通透的微细色 通透就你看得透 就是微细 甚至你看不到 但他们自己感受得到 就是微细色 这种微细色 是要禅定当中有的 在身体 可是你到无色界 就来看他们 哎呀 那个身体好差 那个微细色好差 我们欲界来看他们 哇 好清净啊 好特别啊 微细色 你看我们这种色很糟啊 随便一个玻璃门 就把我们挡住 然后整天就会臭 这样 有些特别是女众 女众一天不洗澡 日子不能过了 睡不着了 是怎样 男生就比较那个了 不过刚刚有居士 有师父告诉我说 他坐在那里 就可以闻到谁的味道 这样子 那你算是苦主 你现在是要坐在风头上 不然那个风就这样吹过去 你就闻到了这样 就闻到了这样 那么这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不清净感 这就是有直爱 对我们来看那个没有直爱的 圣清净色 叫做色界天的 我们觉得他好清净 可是呢 再比较 那无色界来看他 不行 那个也是污秽 就是这个意思 叫官代情不敬 官代不敬 怎么放在男女贪爱当中 这官代不敬呢 讲是讲设法啦 其实他有时候也可是讲 性格 有时候讲性格 有时候也可以讲成什么 感情不敬 什么叫感情不敬呢 性格不敬跟感情不敬 感情不敬是关系 那关系比较 关系比较 你比如说啦 那个一段婚姻或一段感情关系 跟前一段感情关系 你就会比较 前一段固然不一定好 可是他有他美好 而后一段难以 难以弥补的或难以超越的 这时候前一段感情过去了 但是呢 哎呀 后一段呢 就回不来那个感觉 那就所以说 有时候我常讲说 感情这种事情 就好像你在地上捡石头一样 你说要捡一颗最大的 不能回头捡 你只能一直往前走 这条街让你走过 就不能再捡了 你看到这一块大的 你又想后面会不会更大的 你又再放下来 又再往后找 往后找 找不到更大的了 只要捡一块小的 最后甚至有人走到后头 一个石头也没捡到 为什么 他太贪心了 看这一块也不成 看那一块也不成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都是什么 关带不尽 比较 透过比较之后 其实你也知道 没有一个完美感情的 这一份感情或那份感情 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 那个有坏处也有好处 总是不满意 人间你要这样去看 就是关带不尽 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什么 好的 好的也是不尽 什么叫好的 满足的 什么是满足 只是刚好这样 只是我们今天跟他相处 你觉得这样好 只是因为还没结婚 那结婚觉得好 只是因为还没生小孩 生小孩还算不错 只是因为小孩还没长大 还没 你们的教育方向 还没有 没有什么产生 很大的局域 所以你们觉得还很好 等到哪个事情发生了 你们两个感情或看法 不一致了 你们开始对待怀疑 彼此之间的爱 到底是真还假 深还浅 广还是在 你们开始就会怀疑 这就是关带不尽 会自己跟过去比 也会这样 所以这本质上 可以当作是一种感情不尽 的一种 我们这间感情关系 也是透过比较来的 比较来的 婚姻有的时候也是比较来的 他比较有钱 他比较有意思 他比较美丽 他比较温柔 他对我比较好 他比较有耐性 他比较有未来 你都是比较来的 你说谁叫我未来 当总统算不算有未来 也不一定 当完总统被抓去关 也有可能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你要怎么比较 很难比较 可是你选择了 你的爱 其实是比较来的 关带来 甚至关带不尽 比较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 为什么 越比越高 或者是越 或者在比的当中 没有统一标准 但是你还是用比 比的去取舍 是这样 那这样子就关带不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